据台湾联合报8号报道 新北幼儿园群居案 7号再增5名个案 包括两位幼童和三位学生家长 8号上午新增3名感染者 围住同一栋大楼的居民 报道称 截至8号上午 新北市有5个中小学 3所幼儿园 一间托育中心停课 台北市只有3所小学 4间幼儿园停课 共计4000余名学生受到影响 对于该案的传染源 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到底是老师传给学生 还是学生传给老师 我们也都加厌抗体 来做进一步的厘清 有台湾医师表示 有可能这个幼儿园 很早以前就已经是 所谓的感染窝 很难找到原始案例 对于这轮幼儿园疫情 新北市长何欧仪表示 目前各种情况很不明朗 很可能已经造成了 疫情的扩散 建议民进党当局 该升三级警戒就要升级 幼儿园确诊的个案非常地多 我们发现 这个是非常不寻常的一个状况 我们会试整个第二打的病毒 我们会建议 该提升三级的时候 我们就要提升三级 而对此 台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 陈时中表示 目前还没到升级的标准 会继续考量 目前还没有要升级了 那当然新北的疫情 如果没有控制住 那当然是有这样的一个考虑 先是有及时染疫 再是有幼儿园群聚 民进党当局似乎迎来了新一轮疫情的考验 对于是否要升级三级警戒 其实无论形式上是否升级 在心态上 民进党当局都该以最高的警惕水平 来应对当前疫情的变化 具体来看 有两点期待提高 首先要加快对确诊者基因定区的速度 无论是机师案还是幼儿园案 民进党当局花费在确认式核种病毒上的时间 都要至少两到三天 而就在这段时间中病毒还在继续传播 感染源也还没有明确 造成了疫情有进一步扩散的可能 第二由于不能确认是核种病毒 也间接加剧了台湾民众的恐慌感 无论是发送海量警示简讯 还是现在陈时中强调没有升级的必要 其实民进党的这些做法 都没有达到他们理想中的效果 反倒是加剧了台湾民众的忧心 目前来看 民进党当局如何才能控制住局面 同时稳定住民心 成了他们要面临的新一道考题 以上是央视记者发自台北的报道